爸爸回家做晚飯 料理也可以很簡單 今天又拿了醬料來了嗎 沒有錯 而且我知道你一定會問我說 今天拿了是不是有那麼一點難度 今天就是我來了一個小莫坊泰式打拋醬 打拋醬 泰式的喔 泰式的 那普遍我們做泰式蠻麻煩的 因為要準備的新香料很多 下一點點油 讓它稍微熱一下鍋子 好 一定要把爆香 我們全年賣的豬絞肉瘦肥比是9比1 這麼高喔 對 不是肥肉9喔 瘦肉9 對 瘦肉9肥肉1 差不多了吧 七八分都熟了 有有有看到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小番茄 牛番茄也可以 切小塊你會把它倒進去 它裡面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那個料對不對 對 它要新香 這下去顏色就好了耶 有檸檬味 有沒有 真的有檸檬味耶 一般我們都是最後要下一點檸檬 它這已經混在裡面了 香辣包已經幫你們 混在裡面了 對 我們 還是要一點辣椒 九成塔 最後九成塔很重要 光澤 又好了 又好了 這個白飯你今天有煮了 有沒有煮啊 這個沒有白飯怎麼吃 什麼 飯還沒煮 醬又完成了一道菜 打拋豬 我做一道 你小孩一定很喜歡 滑蛋蝦仁 那我們蝦仁就先下去炒 我們也是大概有炒七八分熟 七八分熟就可以 七八分熟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跟蛋一起混 好 我們剛剛下冷炒好了 我們蛋有個秘密 滑蛋 滑蛋 我們放了一個無鹽奶油 這個奶油香啊 這個多汁 Juicy Juicy的 快速的下去 它下去之後 我們就不斷的翻動它 蝦仁就下去了 好 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關火了 關火之後用余溫炒就好了 它才會 它才會變滑蛋 蔥花下去 這樣又好了 好啦 滑蛋蝦仁 真的是讓人想不到耶 想不到 我在家也可以做泰式打泡 對 想模仿泰式打泡醬 全年就可以買得到 對 嗯